很妙喔 但是我那時候其實是在打掃 然後我沒帶到這一瓶 我身上只有這一瓶 我看到那一隻蟑螂 牠一直都爬出來的時候 我只能說我就是 過不虧 但我叫不出來 因為我個性是叫不出來那種 我就馬上手上這一瓶 然後我就對牠狂噴 牠呢其實爬出來之後 牠就飛了 牠就開始要飛了 牠死回飛了 那時候我手上只有這一瓶 所以我就是對著那一隻大蟑螂狂噴 牠在飛的時候 我噴牠就掉下來了 對 然後 我那時候一直以為 你知道人在緊張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牠不是殺的 牠其實是讓牠暈的 牠一掉下來的時候 我就卸下心房 我想說太好了牠掛了 後來牠又開始有活力跑的時候 我就一直狂噴一直狂噴一直狂噴 然後 牠真的就是讓這一隻會飛的蟑螂 不飛以外 牠在暈倒的過程當中 我用水把它再沖回去牠的排水溝 這一個我就不建議 就是有養貓咪的話 就是一樣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稀釋 然後當拖地用 或者是你就是直接真的就是Full 像我覺得牠拿來那個 預測清潔也很不錯 也很好用 對 你就是可以像是排水孔的地方可以用它 有很多人都在問說 這兩瓶的差別在哪邊 它如果都可以驅蟲的話 這兩瓶的差別在哪邊 因為這個呢 它其實是有清潔的效果的 所以它既然為萬用 就表示它其實可以稀釋拿來拖地 甚至也可以拿來洗飯 對 因為它裡面一樣有的無患 還有一些植物的煎面國性劑 對 然後它可以達到清潔的效果 這個如果大家要開始准飛大掃除的話 它非常的好用 然後家裡如果有養動物的話 我都會建議 其實所有含金油的商品 通通都要在開放的空間使用 然後在第一時間使用的過程當中 那味道比較濃 然後寵物還是讓牠先離開現場會比較好 對 這個呢 我覺得它很好用 除了它有清潔效果以外 就是有時候如果你是家裡有比較多油 油脂 油垢 然後甚至是它也有去霉 燙霉的這個效果 就是如果說你有一些比較潮濕的地方 它已經有一些霉菌產生的話 用這個做清潔 然後它的那個除蟲的效果 跟除霉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它才叫做萬用清潔 除了 傻子